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看一下水跟空氣裡面的第一個重點 水的生態變化 第一個來看一下這邊 所有的物質都應該會有三種形態 特別來三種形態 就是物體、液體、氣體 好 請你把它畫起來 固體的話呢 有一定的體積跟形狀 畫起來 再來液體的話呢 有一定的體積 但是呢 形狀不一定 反正起來去喔 形狀不一定 好 那氣體的話呢 體積跟形狀都不一定 這個我覺得應該很簡單喔 直接判斷一下 那麼這個第四個禮拜打一顆C 這個很重要 不是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講所謂的常溫啊 只是幾度C你知道嗎 畫起來叫做25度C 我們一般講說什麼常溫下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常溫值就是25度C 那長壓呢 我們通常講的是什麼東西 長壓講的是一大氣壓 會啦齁 好 再來這邊 你要不要寫上去 我把它畫起來 第一個 固體這邊呢 旁邊寫個字好不好寫個冰 液體呢 這邊寫上去寫個水 氣體這邊寫個什麼 水蒸氣 把它寫一下 因為考試喔 有時候你不懂的去 這個 填寫或者是運用的話 你就寫這關鍵字 注意看了 好 第一個 冰變成水這什麼東西 畫起來 叫做融化 注意喔 這個融化的融 注意聽 融化的融是火製糖喔 不是水製糖喔 水製糖那是溶解 火製糖是從冰 欸 固體變液體 就叫做融化 不一樣 好 再來 水變水跟氣的 叫做氣化 好 氣化 OK 然後如果把口鬼去的話呢 水蒸氣變成水的話呢 這什麼東西 叫做凝結 然後再來 水變成水 那個冰的話 這什麼東西叫做凝固 這個我覺得更不難 然後再來 如果是冰 直接變成水蒸氣 這種東西叫做昇華 然後旁邊記一下喔 昇華是直接從固體變成氣體 目前為止啊 我們生活裡面 常常會有這種昇華 我們只有幾個東西 乾冰什麼模式 對 怎樣去喔 乾冰 乾冰就是什麼東西 乾冰 二氧化碳 就是固體的二氧化碳 直接變成氣體的二氧化碳 還有呢 還有點蒸氣也是 點蒸氣也是 點會直接從固體變成氣體 還有沒有 你知道嗎 還有什麼東西也是 蟑螂 蟑螂 蟑螂蟑螂用不就會 蟑螂蟑螂也是從直接 白色的 看不看過 白色的那個蟑螂蟑 是固體的 然後他直接變成氣體 OK 好 那如果是氣體直接變成固體了 這什麼東西叫做凝滑 氣體溫度 對 有啊 你大概會把他哭回去啊 好 我們再來看這邊 造成物質三胎的因素 最重要的是誰 畫起來 溫度跟壓力 溫度跟壓力 豬蟑螂 這都用背的而已 自己把背起來就好了 好 看這邊重點 融點 什麼是融點畫起來 固體變成液體的溫度 就稱為融點 就是固體開始融化成為液體的溫度 就稱為融點 那麼凝固點呢 就是液體變成 凝固點 液體開始凝固成為固體的溫度 所以這兩個溫度剛好怎樣 一樣 所以接下來 融點就是凝固點 融點就是凝固點 好 那廢點的話呢 是液體變什麼 變氣體的溫度 就稱為廢點 那反過來 氣體變成液體的溫度 就稱為什麼 凝結點 然後也是一樣 廢點等於什麼 凝結點 好 就這裡把它畫起來